我想说一下 现在就是不是这个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吗 发现啊这个中国的网友啊 有一种就是逻辑 什么逻辑呢 就是这种啊 就怎么说啊 破皮咬子 里外都是他的里啊 这就这种啊 就是混账逻辑 比如说啊 如果说乌克兰没做抵抗 他们就会说了 哎 这个泽林斯基这个戏子啊 不顾百姓的死活 弃这个民族和国家于不顾 如果乌克兰做了抵抗呢 他们又会说 这个戏子啊 这个演员呢 不顾百姓的死活 将人民拖入战火之中 现在不就这么说吗 就说这个戏子 把这个乌克兰人民给拖入了战火 让这个多少这个乌克兰的民众逃难 成为难民 现在呢 就面临着乌克兰可能抵抗失败了 这个网友 国内的网友又远说了 这个戏子啊 不顾这个百姓的死活啊 为了北约 葬送了乌克兰这个国家 如果呀 这个乌克兰终于抵抗成功了 中国的网友还说了 这个戏子呀 不顾百姓的死活啊 对抗俄爹啊 充当了这个美国的 美爹的炮灰 反正啊 中国的网友怎么都说 怎么都是 都是他的理啊 而且呢 这个一说啊 一跟这个网上的 这个中国国内的网友辩论啊 他们就说 我说啊 这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俄罗斯入侵 侵略了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 侵略了乌克兰 这是不对的 是大错特错 因为是你先伸出拳的打人 不管你之间 有什么样的铺垫 有什么的恩怨 几千年的恩怨 或上千年的恩怨 谁打谁谁谁清洗了 谁 谁这个屠杀了谁 但是呢 就这一次来说 那这个定性就是 板上钉钉的 就是俄罗斯侵略 乌克兰 就是普京 这个欧洲的屠夫 独夫民贼 侵略了乌克兰 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结果呢 这些国内的网友啊 就开始跟我捣吃了 就开始这个递推了 就会说 你怎么不说说 就跟我说了 你怎么不说说北约东扩呀 你怎么不说说叙利亚呀 你怎么不说说 美国打伊拉克呀 你怎么不说 美国这个制裁伊朗啊 美国入侵了阿富汗呢 那我就想问这些网友了 那你们怎么不说说 苏联1968年入侵了 捷克斯洛伐克呢 你们怎么不说说1956年入侵了匈牙利呢 那你们怎么不说说1939年 这个苏联入侵了芬兰呢 就所谓的要预敌于千里之外 这个斯大林呢 为了这个抵抗纳粹德国的入侵呢 他先入侵了芬兰 他要把芬兰作为他的 先把这个他的防御线防线先打好了 他入侵了芬兰 那你们怎么不说说苏联在1939年 刮分了波兰呢 那你们怎么又不说说1940年 吞并了这个仍然是苏联啊 吞并了立陶宛呢 拉托维亚呢 还有爱沙尼亚 这三个波罗的海的 这三个国家呢 难道啊 这个乌克兰啊 还有这些在内的啊 这些国家啊 东欧的国家 他们不加入北约 难道加入俄罗斯才对吗 啊 你们怎么就不推导到什么 这个皇帝大战持有 到底谁错 谁对呀 你们怎么不再反推到什么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谁打谁呀 啊 那你们怎么不想想这个俄罗斯 在前苏联 在沙皇俄国的时候 还入侵过中国呢 抢了多少中国的领土 杀了多少中国的民众呢 这个时候你怎么不说了 一口一个普京男神啊 俄爹啊 然后把俄罗斯的商品都买空了啊 俄罗斯这个国家馆啊 在这个京东的这么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小商店啊 既然给人家二十几万啊 就二十几万的货就给买空了啊 所谓的支持你们的俄爹 普京男神啊 英元 这他妈这是脑子进了水呀 你们现在脑子进了的水 都是以后你们脑子要流的泪呀 你们有没有看看 中国跟俄罗斯 现在的俄罗斯普京签订的 这个买购买石油的这个 合约是三十年的 而且呢 俄罗斯可是拿现在 变成这个擦屁股纸这样的 卢布来购用 来购买 来来来来来做结算的 购买我们的这个生活用品 而他们 送给我们的 还是啊 原价 就就三十年 就这个价格不变 就是 而且呢 是比市价 就是国际上的市价 石油的市价 贵了一成到两成 而且呢 俄罗斯的石油 已经被贬值得非常厉害 啊 竟然三十年 本来就当时的市价就高出了一成到两成卖给中国 那是谁买的 不是你们这些国内的民众在给俄罗斯撒屁股吗 再看看俄罗斯啊 又在这个入侵 乌克兰之前呢 跟中国还签订了一个条约呢 什么样的冒几条约啊 中国全部的勾入俄罗斯出口 这种带有污染的 带有病毒的小麦 你再想想啊 去年前年的猪瘟是从哪个国家引入的 不都是中国在给他们擦屁股吗 中国用牺牲中国民众的利益 来换取俄爹的 俄爹的啊 不要打 拱手相让 这是中国政府 这个政府是什么政府 这不是就是个买办政府吗 这不就是一个殖民地的一个殖民政府吗 中国已经沦为了俄罗斯的殖民地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你们都是俄罗斯的职人 生人 居然还在那儿 英文什么 俄爹呀 普京男神啊 好帅呀 好慢呢 见不见呢 蠢不蠢呢 好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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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呀 好帅呀 谢谢大家